平東基督教醫院接獲兩起 肚臍周圍瘀青腹痛送醫病例 其中46歲男性 已經是肝癌末期 因為他肝皮腫大 然後又加上肚子有瘀青 做了就是腹水的抽吸 發現說裡頭都是血水 我們進一步做了電腦斷層 可以發現到說肝臟有多處有長腫瘤 其中一個腫瘤甚至有破裂 你看他肚臍附近也是跟案例一一樣 有瘀青的情況 另外57歲男性緊急送醫 同樣有肝臟破裂情況 兩名病患最後都因肝癌喪命 這兩個病人都有B型肝源 沒有定期在追蹤 第二就是說他們有喝酒的習慣 肝臟腫瘤破裂的話 一般育後都會比較不好 即興期的致死率可以兩層五到七層五 台灣每年有近8000人 因為肝癌死亡 由於肝癌症狀不明顯 亦是建議民眾可以到醫院做B型肝篩檢 並定期追蹤 一旦身體出現不明原因 瘀青要提高警覺 大愛新聞學靈寧道明 屏東報導